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国王庙庄王夫妇和他们的三位公主受到佛祖赤锋 得到成佛以后 兴宁国中大小事宜 全都交由丞相处理 丞相按庙庄王旨意 清姚伯父藏钱粮于民间 所以深受万民爱戴 一日兴宁国百姓呈上万民书 要求丞相伪庄王建庙 为观音 普贤和文书三姊妹塑像 丞相允许 于是在王宫附近的龙凤厂大兴土墓 为他们的国王修建了庄王庙 并亲帅臣民早晚祭拜 以示崇敬 这宏伟壮丽的庄王庙至今有存 还在接受金人瞻仰 可是 为三姊妹塑像之事 却遇到了麻烦 因为兴宁国国内多为红泥沙土 散疏而无法联合 以致天下能功巧将 纷纷摇头 无奈而去 塑像不成 老丞相终日筹眉不展 庄王庙附近有个徐元外 特号尼塑 他也在终日苦思塑像之事 有一天 他在梦中见到观音菩萨成帘而来 用瓶中圣水调和五色彩泥 居然可以拿捏成形 徐元外正要发问 观音圣像突然隐去 空中掉下一铁黄锦 尚书结语 灵泉半山空 梵音绕尘中 景深三不易 四十字相同 天衣五彩泥 铜牛献鹿松 若得最深处 万化在其中 徐元外梦中得此启示 万分高兴 他便在灵泉寺尘中 敲响之时 直奔灵泉山顶 进山之后 果然发现有三口水井 而且深浅不一 井下还传来 叮叮咚咚咚的泛音 这三口水井 是当年三姊妹 被佛祖赤丰得道 分别在即 端坐于此 谈经论道以后 在三人端坐之处 留下的三眼圣泉 被后人称为观音井 徐元外正在感叹 一回头又看到山下 有一股牛 正陷于泥潭 欲拔不能 那泥潭方圆树丈 内软泥五彩交错 徐元外顿时觉悟 知道这就是 女挖补天一下的彩泥 他亲自去井中 取了一些圣水 又下山挖了 一点五色彩泥 带回府中 然后按照节鱼指示 用井中圣水 活着五色彩泥 想不到真的拿捏自如 居然诉出了 栩栩如生的观音造像 老丞相来到徐府一看 那日夜思念的三公主 妙善就在眼前 于是立刻颁下圣旨 让徐元外 组织工匠赶制塑像 不久 迁于观音圣像和文书 普贤一塑 进阶完成 新宁国百姓 都对三公主敬仰有加 倍感怀念 于是纷纷来到徐府 把观音圣像请回家中 在寺院神坛 督左宿文书 右宿普贤 观音菩萨宿当中 新宁国碎成一片佛国 在庄王庙背后 乱草丛中藏有一口神坛 里面住着天和龙王的大公子碧戏 他长着龟身龙头 力大无比 为了练出一副龙身躯 他终日静卧残底 默默修行 当他发现人们对观音三姊妹和庙庄王夫妇 敬仰有加 居然忽略了败祭天和龙王 不由愤愤不平 心中大怒 于深夜爬出坛外 仰天长吟 呼风唤雨 差时间狂风大作 暴雨倾盆 平地猛涨三尺洪水 整个新宁国一片汪洋 浮江老龙见状 立刻扬起浮江之水 紧紧照住庄王庙 将其保护起来 然后浮江老龙来到碧系面前 告诫他说 要多行善事才能受人尊重 你这样残害百姓 只能招来怨恨 但碧系骄横跋扈 一意孤行 根本不听老龙劝阻 老龙无奈 只好返回浮江龙宫 招来三条小白龙说 你们赶快去峨眉山 五台山和普陀山 把碧系之事告诉新宁国的三位公主 三条小白龙听罢 立时冲出水面报信去了 不久 三姊妹闻讯赶回家乡 发现民宅被毁 庄稼淹没 老百姓全都流离失所 此情此景 不由使三姊妹甚感痛心 大姐文书手持正义之剑 频频指向昏暗的天穷 随后又默念经卷 祈求佛祖显灵 顶刻之间 狂风暴雨戛然而止 乌云渐渐退去 阳光普照大地 观音迅速取出镜瓶 只用手轻轻一招 那遍地红波便纷纷涌入镜瓶之口 还不到半个时辰 观音已收尽了 地上积水 众人见状 欢呼雷动 碧戏一看 顿时吓得扭头变桃 当他爬到深潭旁边 却发现普贤的大象 端坐潭口 知道自己退路已断 碧戏被迫昂起 龙头狂淫不已 准备拼个鱼死网破 此时 浮江老龙上前一手道 这是我的侄儿碧戏 力大姓憨 缺心严 做事莽撞 不顾后果 如果三位菩萨能饶他不死 就罚他围装王驼碑 以示惩戒 观音笑道 如此甚好 但不知父王想不想要 突然妙装 王夫妇来到跟前 拍手笑道 想要 想要 有婢戏 有婢戏为我护庙驼碑 好不风光 众人一听 全都哈哈大笑 老龙回头告诉婢戏说 你父王连生九个儿子 没有一个拥有龙身 你修炼也是白大 不如利用归备为佛门驼碑 还可沾点佛气 接受善男信女的朝拜 婢戏听罢 连连点头 观音立刻召来黄金历史 把那千金石碑抬到碧戏背上 后来天下庙堂竞相效仿 天下石碑也就全由碧戏背负 一直沿袭至今 收服碧戏之后 三姊妹又送走福江老龙 辞别父王母后 轻飘飘腾云驾雾 直奔灵全山而去 谁知他们刚刚坐下准备论道 二姐普贤感应道 峨眉山道场怨气冲天 观音掐指一算 立马就知道了事情原委 于是告诉两位姐姐说 是峨眉山的猴群 与峨眉县的市民发生了冲突 原来峨眉县新任县官 生性残忍 好吃活猴脑浆 所以当他到任之后 知道峨眉山猴群众多 甚是高兴 立即拆人上山捕猴 一件大批捕快上山 众猴历时惊慌失措 上蹿下跳 纷纷逃进丛林之中 无奈此官即会捕猴 竟满山遍野布下渔网 猴群慌乱 近撞网中 于是被官差逮住 全都成了县太爷的桌上佳肴 还有些市井无赖 也乘此机会捕捉小猴 并将其贩卖到河南等地 供人于大街小巷表演猴戏 赚取银梁 猴群因此日渐减少 猴类从此怨气冲天 这怨气惊动了一位过路的神猴 此猴本是花果山猴王 后随三星洞菩提祖师 学得七十二般变化 正准备返回花果山咸白 却在路过峨眉上空时 感觉到了怨猴之气 他历时暗落云头 来到峨眉山上 众猴发现 有一同类从天而降 甚是惊诧 正想围上前来询问 突然看到猴王 穿着人间服饰 立刻惊慌失措 四散逃离 猴王见状 甚感奇怪 他为了问个明白 立即拔下蚝毛 吹口仙气 变化成若干个猴王 遍布山林围江过来 把所有的峨眉猴 都困在当中 无处可逃 众猴眼看突围无望 纷纷跪在地上 叩头求饶 猴王收起蚝毛 上前扶起一只老猴 问清了事情原委 只气得抓耳挠腮 连连骂道 可恶 可恶 实在可恶 然后他告诉众猴说 以牙还牙 带本王为你们抓些人来 任由你们报仇血恨 众猴听罢 甚感疑惑 猴王却鬼秘一笑 立时飞身上天 腾云而去 不消半个时辰 一阵阵狂风骤然而起 直刮的飞杀走时 天昏地暗 众猴好不容易 睁开双眼一看 十多个男男女女 被狂风席卷而来 滚落一地 猴王收起狂风 站在众猴面前 哈哈笑道 本王说话算话 这些人就交给你们了 众猴终于醒悟过来 立时欢呼雀跃 围着猴王 三呼万岁 紧接着 众猴一起蜂拥而上 扯得扯胳膊 拽得拽腿 把掳来的市民 全都按倒在地 另有一些猴子手直十块 猛击市民头颅 直杂的血流遍地 脑浆横溢 还有一些残忍的公猴 竟把猴手伸入颅脑 掏出脑浆狼吞虎咽 这些血腥的场面 直下的母猴和小猴 吱吱怪叫 用双手捂住眼睛 不敢往下看 猴王实在看不下去 上前呵斥道 你们怎么如此残忍 一只老猴回答说 大王 县官就是用这种方法 吞食我猴类脑浆 这叫以牙还牙 猴王听罢 摇头无语 十日不多 已有数百人 被猴王掳上了峨眉山 山上出现 妖猴的消息 也不静而走 整个峨眉县 人心惶惶 无论白天晚上 街上都冷冷清清 没有任何人 敢出门行走 县太爷 吓得屁滚尿流 躲在衙门里 不敢外出 他还在住宅内外 布满牙役 加以保护 从此以后 县太爷 再也不敢上山捕猴 吃猴脑的嗜好 也被迫戒掉了 鹅眉猴一看连连得手 稳操胜券 于是洋洋得意 只高气洋 竟用绳子套在市民脖子上 一边敲锣 一边用棍子抽打市民 逼迫他们翻筋斗 跳舞 一只老猴又悄悄告诉猴王说 以前 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 逼迫我们沿街唱猴戏 挣来的钱 却塞进了他们的腰包 猴王听罢 甚感无奈 频频摇头 观音感应到 峨眉县发生的事情后 便告诉两位姐姐说 死去峨眉 不可伤及妖猴性命 一定要惩治狗官 解除人 猴矛盾 使其和平共处 随后腾云驾雾 直奔峨眉山而去 三姊妹来到峨眉山上空 看到猴王正在操演猴兵 普贤于云彩中 力声呵斥道 是谁在峨眉县为非作歹 还不快快缴械投降 猴王笑道 何方娘们如此大胆 感惹本大王 朴贤坐下白相一听 大怒 立刻甩动长鼻 张开大嘴 使出他吞吐江河的本领 紧客之间 狂风巨浪 汹涌而至 演兵场 顿时一片汪洋 猴王不由大惊失色 为了拯救猴群 他立刻变化为一条巨精 迅速张开鱼口 将白相吐出的洪水 全都吞进杜妇之中 鹅眉山安然无恙 群猴欢呼 文书坐下轻尸见状 立马摆动尸头 张开血盆大口 朝山林喷出了万丈烈焰 一时间火催风动 风筑火微 只烧得整个山头 浓烟滚滚 一片通红 猴王不慌不忙的摇身一变 山顶立时出现巨龙 正在游戏于火焰之中 只见他大口大口的吞食浓烟烈火之后 又喷吐出万古寒冰之水 山火随之扑灭 群猴欢声雷动 观音见状 向二位姐姐笑道 这个猴儿太馋 什么都吃 那我们就再送他一枚仙桃吧 随后附在文书 普贤耳边说出一条妙计 二位姐姐拍手叫好 普贤来到猴王面前提出打赌说 你若追上我 你赢 一切听你安排 追不上我 你输 立刻滚回花果山 猴王一听 哈哈笑道 我一金斗十万八千里 谁人可赢 普贤也不答话 催动白象只往山下跑去 因为是近距离比赛 猴王的金斗云根本派不上用场 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挪动双腿 去追赶普贤的四角大象 追着追着 普贤突然不见踪影 猴王四下一望 发现前面有一片桃林 经过这番长袍 他正敢饥渴难当 剑刺仙桃 心中大喜 立刻冲上前去摘了一枚 他刚刚把桃放到嘴边 仙桃却主动滚进猴嘴 一咕噜滑入了他的肚腹 猴王正觉诧异 突然感到一个锐利的长剑 在他腹中疯长 直刺的猴头疼痛难忍 被逼无奈 他也只能跟着腹中利剑 迅速长高 以减轻疼痛 谁知猴长多高 剑长多长 如此反反复复 猴王瞬间变成了一个修长的巨猴 直窜云霄 任你千般变化 万种手段 怎么也奈何不了 腹中常见 猴王无奈 连连高呼道 菩萨饶命 本王知错了 原来 这仙桃就是 文书菩萨的正义之剑 看到猴王已经求饶 三姊妹便来到猴王身边 猴王俯身下拜 忧心忡忡的说道 这个贤士 我若不管 俄眉猴将被斩杀殆尽 还望菩萨可怜可怜他们 观音让文书收回法宝 然后告诉猴王说 俄眉县和俄眉山的人 猴纠纷 我姊妹自会解决 不会让你的猴儿吃亏 你就放心回化果山去 好自为之吧 猴王谢过观音三姊妹 一个金斗云翻上蓝天 历时无影无踪 观音向二位姐姐说道 死猴完劣 今后还会惹出许多事端 随后 三姊妹一起返回俄眉山 当众猴发现 观音三姊妹从天而降 却单单不见了猴王 知道事情不妙 于是纷纷跪在地上 叩头不已 希望能得到菩萨的宽恕和原谅 观音缓步上前 扶起一只老猴问道 俄眉县市民的尸首何在 老猴急忙把他们带到一个山洞 洞中腐臭难闻 活人死人聚在一处 甚是恐怖 观音取出镜瓶 用柳枝沾满圣水 逐个逐个的洒向洞中尸体 还不到半个时辰 腐臭之味消失殆尽 洞中死人 进阶复活 众人纷纷泪流满面 叩血菩萨 观音收起镜瓶 把众人带出洞外 告诉他们说 人和世间动物 都是自然之责 应该彼此尊重和敬畏 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众人频频点头 含泪挥手而去 众人回到峨眉县 向亲友诉说了 被救经过后 家人全都惊愕好奇 于是人人奔走相告 各个喜行余色 历史便轰动了整个峨眉县 峨眉县的家家户户 为了感激三姊妹恩德 纷纷请回三姊妹圣相 供奉在家中早晚祭拜 以送功德 各地寺庙也因此香火鼎盛 人流如潮 县大老爷听说此事 正经一不定 观音三姊妹已经飘然从天而降 来到了衙门大堂 县官吓得立马跪下 连连叩头 观音问道 你捕杀的侯师现在何处 县官不敢怠慢 急忙带领三姊妹来到后花园 观音举目一看 发现有一口废弃的枯井 他料定猴师就在井中 便立声呵斥道 还不快去掀开井盖 县官带领中牙役 刚刚一开井盖 一股腐臭味便直冲脑门 县官顿时感到一阵阵恶心 浮在井边狂吐不已 存积在县官胃中的猴脑 也就一股脑 全都吐回到井中去了 观音缓缓走上前去 将坪中圣水倾入枯井 只听得一阵阵猴蹄之声 死猴进阶复活 纷纷跳到井外 顶刻之间 百十只玩猴上蹿下跳 东奔西袍 花园顿时变为猴山 观音喝住中猴 顺势将手一扬 一阵狂风骤然而起 随着一阵阵飞沙走时 所有的猴子都被卷进狂风 带到峨眉山顶 去与自己的父母兄弟团聚 嬉戏 三姊妹送走猴群 再回头看那县官时 发现她早已吐出五脏六腑 痛得满地打滚 二姐普贤上前一步 俯身向她轻轻说道 来是再做一个好人吧 县官听罢 安然去世 中牙役健壮 直下的纷纷叩头 祈求饶命 观音神情严肃地告诉他们说 你等切记 今后一定要爱惜世间生灵 和睦天下众生 牙役们唯唯诺诺 点头退去 观音三姊妹飞身上天 又在峨眉县的大街小巷 撒下黄段 上面书写着劝告 世人要以侯为友 关爱动物 保护生态万物和谐的警示良言 随后直奔峨眉山 金顶而去 三姊妹站在舍身崖旁 看脚下茫茫云海 苍蝇飞翔 正敢心旷神怡 忽然 半空中现出了一个七彩光环 在那光环正中 显现出一尊巨佛 这巨佛便是释迦牟尼 三姊妹仰视佛族 发现他正在频频点头 四在肯定他们的功绩 心中非常高兴 立刻俯身下拜 这光环 时至今日还在频频出现 被后人称之为 峨眉佛光 三姊妹送走佛族 一回头 不见了白相 大家正在寻找 却听到半山腰嬉戏之声 待他们寻声望去 发现众侯正在为白相洗澡 真是其乐融融 此地被后人称作喜相池 从那以后 群侯便定居喜相池 只要人们上山朝圣 都要在喜相池取食为侯 从此人侯嬉戏 和谐共处 峨眉侯群日渐增多 后来观音得知此情 甚感欣慰 由变了峨眉风光后 三姊妹紧紧一威 恋恋不舍 观音笑道 我等已成正果 理应造福天下 小妹这就回南海去也 说吧立即飞身上天 成连台而去 观音告别两位姐姐后 腾云驾雾离开峨眉 可当他回到普陀岩山顶一看 发现天和龙王 正带着他那八个 奇形怪状的儿子 焦急万分的守候在自己的朝阴洞旁 等他刚刚落下云头 龙王就迫不及待的上前一手道 听说菩萨替我大儿子陛系派上用场 成其正果 小王在此谢过菩萨了 观音听罢 急忙让座 又安排善才 龙女奉上国品 寒暄之后 龙王继续说道 小王有许多儿子 聚在各地水域为王 行云不渝 造福一方 谁知最近所生九子 奇形怪状 性情各异 小王为此实在烦恼 不知他们有何用处 观音笑道 此话诧异 天生我才必有用 只要他们执着努力 扬长臂短就能成功 何必非要行云不云 老二之文在一旁听见 立即高兴地喊道 我就喜欢登高望远 吞食火焰 好啊 菩萨告诉他说 你可站在宫殿和庙堂的屋极两头 登高远望 负责警戒 你吞火的本领还能为人间平息火灾 果然 以后人们修房造屋 都把持稳安排在屋极 当龙王把其他几个儿子的兴趣爱好 都告诉观音之后 观音笑道 老三菩老 吼声洪亮 坐大中上的中牛 老四必按 好辩论 担当玉门装饰 老五饕餮 天生好吃 就附在 中顶仪器上吧 龙王听罢 频频点头 观音继续说道 老六功夫 洗水 可以助手桥头 老七牙子 是杀 爬上刀剑之饼 老八酸泥 温和 看守香炉 佛作 老九教徒 孤僻 替人把守 大门去吧 八个儿子 找到归宿 异常兴奋 纷纷败在观音脚下 老龙王也笑吟吟的上前一步 一手道谢 后来 龙王九子终于职守 静静夜夜 千百年来一直为世人服务 观音送走龙王一行 立即安排善才 龙女打扫庙宇 准备接待远近香客 随后 他又开始巡视天下 便由海内 到处去承恶扬善 救苦救难 弘扬佛法 普渡众生 本套连环画 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部连环画再会